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了今年教育部教学卓越金纸奖的肯定 课程中老师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平板舟的建造 并且下海航行 让小朋友更加认识海洋以及兰语的环境 101年度教育部颁发教学卓越奖 兰语东京国小一路过关展将 以代代传承装在梦想的Tadala的统整课程设计 获得金纸奖 校长温森讯认为兰语有独特的文化 更感谢老师们的用心教学和学生热情的参与 就是还是要感谢这边文化的特殊性 因为我觉得兰语的造州文化 其实它不只是资于这个地方 其实资于整个世界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 学校能得到这个奖 老师的用心 社区的支持和孩子的参与跟努力 我觉得都是满满的感谢 这次课程以亚美造州文化为核心 让学生亲自参与造平板州小拜访号 让传统文化之美融入学习中 未来将加入划船的课程 让小拜访号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 我们也发现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 这个平板州的划船 他们也不一定会 怎么样去绑这个奖 也不一定都了解 所以我们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小拜访号了 我们希望把它转成一个课程 就是以后不管是对于孩子 或者是想要了解达物文化 亚美文化造州文化的人 他们来这边都可以 透过这个教区去了解 这些平板州是怎么拼起来的 台湾大学地质系举办了一个 发现地质之美的影片竞赛 而竞赛的颁奖典礼 选在一个特色的日式建筑 青田七六中举办 这里正好是地质博士 马廷英教授的故居 让参加的人觉得格外有意义 台北市大安区青田街 有老树 有日式宿舍 有闹区中的田径 常被誉为台北市最美的一条街 其中的七向六号 原为台湾大学地质系第一届系主任 马廷英博士的故居 被指定为四定古基 结合了自然科学 人文艺术 及社区营造等三大目标在利用 由地质系的毕业系友 承办经营 并依地质取名为青田七六 马廷英博士在1954年提出钢体滑动说 影响了后来的板块运动学说 获得国际相当重视 并于1980年 受奖金国总统特班包养令 台湾大学地质系为执行建制地质数位典藏平台计划 与暑假办理影音竞赛 并选在此举办颁奖典礼 我觉得说利用这个活动 可以去发现一些台湾知美感觉很棒 我觉得小孩子从这里面获得非常多的知识 团队的互动也都非常的OK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有益 所以明年我也很想跃跃意识 建议您有机会旅游时 不妨拍摄一些地质影音记录 也许明年参加竞赛 就有机会顺便来体验一下 市定古迹的地质教授之屋 希望你喜欢我们为您挑选的公民新闻 我们下次见